中華職棒例行賽 前一天無情斬斷 樂天桃園的八點勝 今天中型兄弟在系列賽的最後一站 希望能夠延續棲勢 於是比賽才剛開打 打線馬上就有動作 一局下半 免得樂天先發真人和 克魯先鋒王衛城 這球雖然擦到球棒 但掃到左半邊 還是一隻強勁的恰伯比安打 小八球一路滾到三壘最後側的觀眾席前 有早晨的二世 馬上就來到二壘得點圈 之後岳振華和周思琦 也分別靠著內野滾地球 和四壞球保送上壘 黃山君轉眼就堆存滿壘 眼看是得分的大好機會 陳文堅以及周外野拼飛安打 來得正是時候 這一棒一口氣就把王衛城 和岳振華一起打包回家 幫助中型第一局就以2比0先去得電 另外六局下 岳東華的安打幫助球隊在下一城 搭配先發投手吳哲元 全場六局吳安沒有十分的好投封鎖 六局打完 黃山君以3比0暫時領先 拼片就在吳哲元退場以後 騎上接手的王凱成 面對兩人在裡情況 被炎紅軍轟出一發 有外野的三分炮 黃山君前面建立了優勢 瞬間就被樂天以3比3 將戰局搬回原店 而且最後糾傷的進攻機會 暴力圓攻勢再起 先是靠著出身球和安打 攻占一三壘 緊張時刻盡頭看到梁家榮 糾纏到兩號散換的滿球術後 一隻中外野拼飛安打 樂天桃園再攻回一分逆轉戰局 反光黃山君 九下連續被抓下三個出擊數 中場4比3樂天桃園踢館成功 華秋玉台早可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